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在這兩天就好像跳了一樣 分別就著外國給予香港人簽證和居留權 以及在武統台灣這個議題上 就講了一些驚人的言論 首先在他的個人微博上提到 最近不僅是英國 連其他西方國家都有一些表示 說要因爲港區國安法而去庇護香港人 給予香港人簽證和居留權等等 做show 實情就不是做show 首先就是英國和澳洲 就已經有相關的細節出台了 怎樣來放寬香港人的入境簽證 以及為將來入籍當地來鋪路 講完了 當然還有加拿大和美國暫時未公佈 但是人家已經認了頭 是會接收部分的香港人走的 那這個怎會是做show 第二段他就講了 說有國安法就沒有人權 西方一直罵中國內地沒有人權 比香港黑暗得多 那你就要多給中國內地公民簽證和居留權 要允許更多內地人去西方移民 否則多虛偽才可以 中國內地有14億人 很適合西方國家表演他們的悲憫 他們可以源源不絕地發簽證 這段話似乎說出了中國14億人民心底那句話 即是說要批更多的簽證和更多的居留權給內地的居民 難怪胡錫進老總 他經常說環球時報是市場到向的 真是厲害 在這個有限空間之下 他都可以講得出中國人民的心聲 難怪這篇貼文有兩萬七千多個讚好 那究竟中國人是否真的這麼熱衷於移民呢 數據就會說話 根據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5的統計 橋居海外的華人華僑已經有六千多萬 分佈在全世界198個國家和地區 哇 原來六千多萬人走了 這個數字其實是很厲害的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 人口本身也不夠六千多萬 現在你六千多萬人走了 好了 以十四億個基數去成一成 其實就是有超過四百分之四的人是走了 一百個有四個是走了 這個也很厲害 如果單計移民率來說 而且因為人口基數是大 你本身那個絕對數字是六千多萬 那就很多了 好了 那究竟那些大陸的網民是怎樣來講它呢 小粉紅的留言我們就不在這裡多講了 反正都是情緒發洩而已 只不過原來在大陸有不少的網民 都是非常清醒的 而且都很勇於去留言 我就摘錄一些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有一個叫做周元資本的就提他 說胡主編你好啊 你為俄羅斯大使館狡辯啊 結果就被俄羅斯大使館不領情又重發多一次 打臉痛不痛啊 其實這個人就說俄羅斯大使館 關於海參衛那條鐵文啊 人家擺明就是挑釁你了 就是說佔領了你清朝的國土一百六十周年 誰知道你胡錫進就硬不起來 還叫人要尊重這個領土的現實 難怪在國內會被那些小粉紅大陸網民賣 另一個男妹妹就串他了 說你不懂就問吧 外國既然說得這麼亂 為何你做官的家人和富豪們的子女都愛去歐美呢 難道他們不怕死嗎 哈哈哈哈 那就串到一洞也沒有 另外有個萬古客就說 胡總是聰明人來的 敏感的視像就挺是客觀厲害的 但是一涉及到敏感問題 不是逃避就是打完場 說完那些是明顯違背良心的說話 然後這個就厲害了 網名叫做今天要早點睡覺 他說 貧賤就不能移 移民是中國官員和後浪的特權 就算博士畢業都不能夠自食其力 在北京買一間屋 即是說這些話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猛眼串這個 叫做中華移民共和國 即是專講那些官員 或者是富豪的子女 家人才有得走 其實類似這些走去爺遇 或者是不滿胡錫進的留言 還有很多在微博找到 就沒有刪除到的 可能刪不及實在太多了 但就證明得到 根本上很多大陸的網民 都不知多清醒 你老虎走去呼籲說什麼 叫外國給多些居留權 和簽證大陸的人民 根本上你說這些話就是多餘 你那些特權階級 富貴階級 全部就已經有了外國的護照 全部有了外國的永久居留權 很多根本上在大陸正在做裸官 家人、子女 全部就去了外國 只剩下他在大陸那裡貪錢 到他貪完退休 他也會問 當然現在有個所謂天網行動 就追回這幫人 追逃追贓 問題就是你老虎說這些 全部都是沒什麼用的 實情大陸有不少網民 思路都是很清晰的 而且在有限的言論空間底下 仍然嘗試來發聲 去擦邊球 去串回你這個老虎 我就覺得這幫人都很厲害 因為隨時都不知道 會不會說他尋釁滋事 去行政拘留十四天等等 當然牽下也有相當的部分 就是那些小粉紅 又說趕了那些蟑螂去英國 就最適合 諸如此類 一個國家這麼大 就什麼人都有 但是呢 都不能夠忽略 原來有部分人是清醒的 這也是事實來的 其實我也是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 在大陸這樣的高壓環境下 都仍然有這些網民 嘗試來去擦邊球 嘗試來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去發聲 換回來香港現在這個情況 那就不用說 個個都縮得這麼交關 盡量有一個言論空間 在這裡的時候 在不觸碰到大陸的紅線 的情況下 大家戰戰兢兢 小心點來講 好 接著就講一下另一篇文章 就是環球時報的社評 標題就是 為防台海擦槍走火 美台前日 那他就說什麼呢 其實他就是以這個 美國對台秀武作為設入點 他就說過去美台的交易 就是較大筆的軍備交易 現在就變成了台灣 隨要隨買 美方就隨賣隨批 那麼他怎麼說呢 這個就真是驚人言論 原來他說 老解可以在幾個小時內武統台灣 他說 絕大部分的軍事觀察家都相信 隨著中國大陸軍事力量的壓倒性優勢增加 台灣從美國購買任何軍事裝備 都失去了實際防衛意義 台灣一年的軍費 只有110億美元左右 扣除了人員和訓練的費用 剩下的錢 能夠買的東西 對於解放軍來說 恐怕只是相當於幾根燒火棍 解放軍有充分的能力 在一旦爆發全面戰爭的情況下 幾個小時之內 就摧毀到台灣的整體軍事能力 並且在接下來 以小時間攻下台灣島 中國大陸從軍隊到民眾 都有這樣的自信 你有這種自信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 歷代的領導人都什麼自信都有 當時毛主席都說過要超英趕美 總之趕到現在就超英 但是還未能夠趕到美 這個自信 我又不會質疑你哪來的自信 因為自信這件事很抽象 也是很個人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自信 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沒有執行 這件事 他有解釋 接著在外面的幾段 他又說到 究竟台海局勢會不會爆發 他說 相信三方都不願意爆發 即是說中台美三方 他說一旦攤牌的時候 對誰都沒有好處 然而問題在於 中美關係全面緊張 加上台灣被蔡英文當局的激進路線劫持 台海地區的各種緊張因素 的確在聚集性地發作 中國大陸和美台之間已經毫無互信可言 各方都在此展示決心 為了應對最壞的局面 抹馬泥兵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海地區出現擦槍走火的風險 無疑是過去幾十年以來最高 而第一槍一旦被某一方打響 連鎖性的戰略誤判 導致大規模軍事衝突爆發的可能性 亦是極高 他說要警告美台 不要在台海玩火 一旦這裡戰端爆發 中國大陸方面不惜代價捍衛國家主權的意志 將會遠高於美方在台海火中取律的決心 換句話來說 誰都不想打仗 但是在台海這個地方 就著各方不怕打的意志堅定程度而言 中國大陸絕對是掀握美台 胡錫進的訊息其實就很清楚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打就哪一方面都不想打 不想去爆煲 不想成功 但是一旦擦槍走火 就很有機會變成一個大規模的戰火 而在打起來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是不怕打的 而且還說明了 在幾個小時之內 老解就有能力去武統台灣 不過中國就不會主動挑起爭端 既然是這樣 洗鬼三不五時寫這些文章出來 寫給大陸的小粉紅 提振民族主義的士氣 還是要轉移國內人民的焦點 還是怎樣 寫來這些是有什麼作用呢 真的不理解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